這位邱路主席開廟門 全台灣各大廟室都有這麼多信徒去拜拜 在我們臨塞的好幸福 包括北港調天宮和美療宮環宮 人是都靠靠靠靠 民眾最不一樣的方式去抽頭香 希望在新的一年獎神保備 參與抽到今年的頭香 而且他也是第一股年抽到頭香的人 希望我家人都很健康 健康就好了 平安 新年第一天 整個廟室都會不會有人抽頭香的聖書 在新的信眾希望抽到頭香 帶來一年的好運氣 但是各大廟室抽頭香的方式 看也有一點不同 在那裡的好影響抽頭香 我跟調天宮是以倒數的方式 讓信眾整個香爐瓶 等待時間一到 大家作為擦一下頭香 還有已經見廟三百多年的賣了空派宮 去年向門見讓他申請國庭高級 雖然今年要開始進修 出銷抽頭香的活動 但是沒有發現全國第一本 高級收穫的長範圍 透過信眾的休止光憲 永遠像環保也帶在生活比 受到媽祖的保佑 不管是一國要欠三百塊 五百塊 或一千塊 要欠在這本古籍的消耗選擇 三年後我們要再一次 來把媽祖報到三天 雖然天氣落到消耗 開廟室後 各廟室也會使 分散幾乎的新春紅包 有必經兩年要讓媽祖的各種造型 讓民眾開心分享媽祖的福氣 加上各地的信眾向郵客 全廟室的很多媽媽都是人 竟然有過年的氣氛 現在我們歡迎光臨報道